三至二節,我們要利用前面一節講的所謂KNN的演算法來診斷 基本上早期的偵測的過程是怎麼樣呢? 你要去檢查所謂不正常的腫塊或是一些物質 然後去檢查怎麼樣呢?它裡面的組織 牽涉到醫療,所以基本上這一節的應用是醫療的應用 非常重要 好,那這個腫塊發現的方法是怎麼樣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細針抽取 基本上就是去收取它的切片 然後它裡面的方法就是一個中控的針 然後插到你的身體裡面 然後取出它的細胞 從這些組織裡面抽出一小塊出來 所以基本上是這種侵入性的這個取樣過程 那接下來呢,一個臨床的醫師 利用這個所謂的顯微鏡 去檢查這些所謂的細胞核 那這些是一個專業的訓練 所以基本上需要靈異知識 那來決定怎麼樣呢? 這些呢,這個物質呢 是有可能呢 這個叫有可能 基本上它我們後面會講 它會根據一些準則 一些方法 那當然我講過這次需要訓練 也就是臨床醫師 或是腫瘤科醫師才有辦法判別 那基本上呢 它去判別說 它這個是惡性的 或是良性的 我們看一下Google的這個圖片 讓同學比較有概念 因為老師不是醫生 所以沒辦法去了解這個 那我們只是看網路上一些資訊 那從這個過程中 這圖片中 你大概可以了解一下 它這個整個 醫生呢 執行這個醫療行為 它所需要牽涉到的這些問題 有一個粗略的這個概念 然後這個是一個細胞核 在這個抽取之外 也有非常多的細胞 所以基本上呢 它是用顯微鏡去看 然後我們到後面看 它基本上是根據什麼樣的特徵 大家可以說 這個是惡性的或是良性的 好 所以我們在第一章講過 這本書的寫法 是把這個一個問題的分析 分成五大步驟 所以第一個步驟就是要收集資料 那作者採用的這個資料 是來自於這個 這個Street Walbrook 這跟這個 教授的這篇論文 那這篇這個 期刊裡面 對不起 研討會 這個是講的所謂的乳癌 Wisconsin 是美國一個州 診斷的問題 對不起 那我們看一下呢 這個是UCI到底是什麼東西 它是一個機器學習的一個儲存 放資料的一個地方 那讓我們看一下 那基本上呢 這個要跟各位同學介紹的原因 在於說呢 你如果有一些什麼這個 專題的點子 那基本上呢 你找不到資料來源的時候 基本上呢 你可以採用這個裡面的資料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呢 對很多企業而言 這個資料 基本上呢 是所謂的秘密的 裡面的秘密 它不會跟你講的 所以當你要做一些資料分析的時候 除非是開放性的資料 像UCI這個就是開放性的資料 或者是說呢 我們在第二講跟各位同學介紹的 Open Government 就是政府開放的資料之外 基本上你要取得這個資料 有時候是有一些困難的 那UC基本上呢 是美國的這個加州大學 那Irwin呢 是其中一個分校 所以加州大學呢 我記得沒錯 我是有九個或十個分校 那基本上呢 他一共這邊跟你解釋 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2015年 他一共310個資料 這個資料 資料集 那基本上呢 最熱門的是哪一些 我跟你講 這邊有一些資訊 那這三位作者寫的 這邊這個研討論文呢 是所謂的這個檢查 這個乳癌 這個腫瘤 這個診斷 然後從這個細胞核 這個特性的萃取 Vitual Extraction 那基本上呢 在1993年 在國際的一個研討會 電子影像處理 這個科學跟技術 那這個呢 基本上是這個研討會的這個縮寫 ISD ISD 基本上呢 他在那篇論文裡面呢 用的方法 我們這個有 把這篇論文的下載下來 然後轉成PDF 因為他本來是Postgrid file 他用的這個方法 其實是要做到這個 多曲面的方法 那基本上呢 轉到後來之後呢 他其實就是各位同學 以前在這個二年級 不管有沒有修過 基本上呢 就是作為研究裡面的一個方法 成為線性規劃 我們後面會稍微介紹一下 在這一張不會啦 在後面裡頭的 會碰到這個線性規劃 所以基本上呢 但是各位同學可以不注意到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寫書是這樣子 他可能寫書的方法是說 我假設你有學過某一些東西 那這本書 是假設你沒有學過這個東西 所以他沒有用這個方法 所以有時候呢 這個寫書者是 他看你行動的對象 那在這個地方 他沒有用這個方法 那採用呢 所謂的靜眠法 要來分析 有沒有得到乳癌 所以基本上呢 那當然 另外一個做法是 你可以比較 不同的方法 那有沒有可以得到好的結果 這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 這個點子 那基本上呢 這裡在以後 你出去工作也是一樣 你不要使手的一個方法 有時候呢 不同的資料量 不同的資料型態 基本上你要採用不同的方法 來解決呢 同樣的這個問題 那有時候你可以得到不同的 動見 或是得到不同的結果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是值得嘗試的 所以基本上呢 也是回歸我們之前講的 這個沒有任何一個方法 可以適用所有的資料 那你不同的資料 你可能試不同的方法 叫NO 這個沒有免費午餐的訂裏 這個沒有免費午餐的訂裏 好 那我們剛才大家記住這個 這個keyword 這四個字 我們大概講說 如何找到這個 那我們現在這個已經有了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原因就是因為 教你如何說 以後你畢業之後 如果要應用這個資料 你要怎麼去用 所以基本上呢 你是搜尋上面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關鍵字 keyword 那你搜尋到了之後 我們切換一下頁面 這個基本上呢 就是你搜尋到之後呢 你這邊有一個搜尋嘛 在這個它的五頁搜尋 搜尋到之後 你進來這個地方 然後它有一些 下載的東西 第一個叫資料夾 第二個叫資料集合的這個描述 我們稍微看一下 那當你把這個資料夾 點進去之後 它裡面就會有一些資料 比如說我們需要的是哪一個 叫WBBC Wisconsin 診測 乳癌 點data 那你把它點進去之後呢 我們到來看到 是一個文字檔 基本上呢 你就會看到這些 一到對的數字 我們到來說呢 你怎麼去解讀這個 這到底是什麼意涵 那其實呢 作者呢 這個在另外一個檔 有描述這個資料的意涵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它的意涵是什麼 所以呢 你必須呢 把這個檔案呢 儲存在你的資料夾裡面 然後 後面呢 才有辦法做處理 所以這個是你要做的動作 所以這些動作呢 在我們這門課裡面呢 我們都已經幫你做完了 作者基本上提供的是一個 可以 已經可以做 這個data mining的 演算法的一個資料 但實際上呢 當你要去 處理一個真正的問題 基本上呢 你這些都是 必須自己做的 所以我們這邊 也會補充 你如何去做 這些方法的一些步驟 幫助你說 以後我要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我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啊 你不能說 這個前面這一段 我不知道 我們這個老師做完了 作者幫我們做完 那以後你要碰到 這個問題怎麼辦 所以你要學會 這些方法 那基本上呢 這個是這個資料集合的這個描述 我們看一下五六 然後七 所以這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它的描述 基本上呢 一 它的標題 第二個來源 資訊產生的是誰 然後這個 過去的使用的狀況 之類的 諸如此類的基本的資訊 然後他還跟你講 過去的使用 第一次使用在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一篇 研討會論文 然後後來呢 把它發表一個正式的期刊論文 OR 這是一個非常點尖的期刊 那基本上呢 它就是利用所謂的 線性規劃的方式 因為OR 專門就是解決 作為研究的問題 那線性規劃 屬於作為研究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這門課 這個 在這個例子裡面 沒有用這個方法 特別注意一下 沒有期 所以我們要切換回去 它這個 那當然你看這個 原始這個資料的地方 它的說明好處當然是 你可以比較深入的了解 這個資料的內容是什麼 那這邊有一些這個 文字的說明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 所以剛剛那個 描述的文字檔裡面呢 它跟你講說 它有例子幾個 有569個例子 然後它有幾個屬性 有32個屬性 第一個呢 是它的這個ID 那一個 辨別的 類似身分證件的 叫ID 不過這邊當然不是它身分證 這邊只是說 醫院的 這個病人的這個 病例號碼 比如說 那第一個呢 就是 是它的ID 第二個是它的診斷的結果 到底是良性 或是腫瘤 惡性腫瘤 那30個 所謂的 時數值的 輸入的所謂特性 或特徵 下一張頭影片會講 那這個診斷這個地方 需要所謂的這個 Oncologist 這個 腫瘤科醫師的 所謂的 領域知識 也就是說 當你 看到這些 這個切片的時候 你用顯微鏡去看的時候 這個需要專業的訓練 才能判斷說 啊這個 這個 這個細胞是正常的 或者是 這個 有癌細胞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是需要領域知識的 好 第七個呢 是屬性 屬性的資訊 是數位化的 所謂的 細胞核 然後呢 它基本上呢 一共有這個 十個 量測的 這個 資訊 比如說它 半徑啊 肌理啊 周長啊 平滑順啊 規則形狀等等 等等 好 但是呢 針對每一個 比如半徑 它給它三個資料量 第一個呢 所謂的這個 期望值 平均值 第一個呢 是標準差 第三個呢 是最差的 或是最大的值 不同的十個特徵 所以呢 一共有十個特徵 每個特徵量三樣 所以基本上呢 你這個地方 就會產生多少 產生30個 數值的資料 好 那其實呢 我本來想說 啊 上網找 看如說故事 但是實際上呢 發現其實還有點困難 因為 還是一樣 因為我不是醫生 我也沒有說會認了醫學的訓練 那有一天我就想到 我去看原始的論文 啊 Bingo 我就找到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邊 研討會論文呢 就是我在網路上下載的 那基本上呢 這張圖片是跟你講說 描述 不是做影像處理 也就是說 這是一個細胞核 這是一個細胞 那你怎麼給它分開 所以基本上 需要做一個前置的處理 那影像處理 本身呢 是一個專門的學問 可以看醫學級的課程 那這一節呢 則是描述呢 它的一些特性 一個細胞的特性 半徑是什麼啦 周長是什麼啦 面積是什麼啦 好 這個圖片呢 是跟你講說 它平滑度 畫一張圖給你解釋 它的平滑度 是怎麼樣給它算出來的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圖 你看看這個圖 就很容易了解 所以有時候值得花時間 去瞭解一下它原始的文獻 下面一張圖片 則是說它的凹凸性 那這張圖片呢 則是說明它到底有沒有對稱 它怎麼計算的 一些方法 所以基本上呢 其實它還是有一些學問在 然後呢 跟你定義什麼叫碎形 它是一個基本上 一個數學的 一個專門的術語 基本上 單單碎形 這個就是 所謂的混沌泥路 幾乎就可以講一個學習 複雜的情況 所以基本上呢 它怎麼跟你做一個計算 它怎麼去做 所以為什麼 跟各位同學講這個 原因 有幾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跟你講說 就是我們這個在 第一章 第二章跟你講的 當你要做一個 Data mining的 演算法的時候 其實呢 後面這個部分 也就是我們這門課 強調的演算法 其實呢 在很多的時間呢 你所花費的時間 是比較少的 你大部分的時間呢 一般統計的 你百分之七十 甚至八十的時間 是在做前置處理 資料處理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包括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還是我們這門課 一直給你強調的 有時候呢 你需要做 需要領域知識 所以呢 這個你平常怎麼 培養領域知識呢 所以也就是說呢 我們為什麼 資管系的同學 要去學一些管理的課程 這個呢 就是培養所謂的領域知識 你要去做行銷 行銷的這個 消費者行為 那你可能要去管驗修一些課程 比如說行銷學是最基本的 對不對 那你可能要了解這個心理學 好了 要就這個消費者行為 如果怎麼做行銷研究 諸如此類的問題 相關的課程 所以呢 你有這個領域知識之後 你才知道說啊 為什麼是列這十個特性 而不是列 你看如果你叫我列 我也不會啊 我怎麼知道要列這十個特性 才知道說 這個是不是癌細胞 那列出這個十個特性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這個研討會 這邊 這個研討會論文的 一個作者 基本上是一個醫學院的教授 所以呢 因為他是一個醫生 所以他了解呢 怎麼去判別 是不是癌細胞 一些準則 一些方法 所以基本上這就是領域知識 所以這個是需要培養的 那當然啦 你的領域知識呢 不僅僅局限你所謂的上學知識 比如說你可能很喜歡這個小朋友 或者是這個 你很喜歡動物 那你基本上呢 以後你對這些他們的一些分析 那這個就是你的領域知識 好接下來呢 我們再給各位同學看兩個 兩個資料 一個是這個癌細胞 跟正常的細胞 資訊跟影片 我們看一下 我上網花了一些時間 找了一下 這個 找到一個比較相關 基本上他這個圖很清楚 他的意思就是說 那這個左邊是正常的 那右邊就是癌細胞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正常的話長這個樣子 那如果是癌細胞 他就比較不規則 所以基本上呢 他就有一些特徵出來 這個影片呢 也是一樣 有一些影片 你找一下 這個在正常細胞 跟癌細胞 這個當然就是那個什麼 海綿寶寶 所以有興趣同學 可以看一下這個影片 是還有另外 eine 是為了 幫助人 你們 37 呢 又是 一段影片 是 轉 就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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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